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选举万岁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赵绍康向眷春进军 你认为会是一 踢到铁板 或是使得国民党的防护心铁票 整个流石崩盘 或者是两败俱伤而已 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因为今天新党的陈国民党委员 刚刚下了李涛的节目 他现在仍旧在现场 我会请他把一切结果 带回去给新党高层人士参考 那么今天在渔夫总质群里面 接受质群的就是汤阿根 我们现在来看看 是汤阿根 土耗的汤阿根 汤阿根 这一次的电视辩论 你的知名度提高很多 我想这一次辩论 提高阿根的知名度是小 主要的是为我们台湾的辩论史上 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证明政治的辩论 绝对不是说谎比赛 也不是所谓的狗咬狗一嘴毛 大家咬得满嘴毛的人身攻击 这次阿根在辩论完了以后 很多人来跟阿根打气 说他们惊为天人 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位政治家 没有政客嘴脸的政治家 他们还说 我就很像两年前在选总统时候的那位裴洛 造起了高雄市的旋风 你们看我阿根跟裴洛长得像不像啊 虽然有一点丑 但是不会太吵 裴洛都落选了 我想裴洛虽然落选了 结果虽败犹容 而且美国人现在都有一种心情 就是对于裴洛的落选 他们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因为克林顿上台之后也不怎么样 顶多出兵打打海地而已 所以我希望你们高雄市民 绝对不要再有类似像当年美国人的遗憾 你们只要现在把票投给阿根 让我去当高雄市长的话 我绝对不会出兵打海地地 你们放心 好 你们放心 可是人家说你是单身啊 单身对你的选票有没有影响啊 有了 不想 阿根现在虽然离婚了是单身 当然会对选票有一点点的影响 至少基本票就少了一票 像我的对手有一些 你看经常把全家不挂在墙上 还有一些家里面枕头 不知道有多少个 我阿根平良心讲 我目前的枕头 家里的枕头 我只有一个 我经常孤枕难眠 偶尔在家 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 非常的难过 也就是说夜里很不好熬过的时候 我就会唱一唱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阿根 根在 可是根在没有用名之地 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是单身 但是单身不是障碍 离婚不是问题 阿根还是非常有能力 来为高雄市民争取福利的 至少我们单身的人 不用像有一些太太们讲的 要把我的丈夫 什么献给台湾省 献给高雄市 干什么啊 又不是做家庭慈善事业的 可是人家现在这个李登辉说 这个吴敦毅是高雄市的媳妇 怎么样 你觉得这一点怎么样 我想 我想 媳妇有很多种 你看有的媳妇呢 她虽然说进了公婆的门 进了家门 可是心不一定是在门里面 她可能会红杏出墙壁 尤其是有些还想流眼泪 嫁到别的地方 我想这些人会守护道吗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判断 至于还有另外一种媳妇 平常还没有到主政的时候 就很凶悍 等到他们真正当上了主人之后 这种媳妇 你看是不是会把公婆 给比下去了呢 我想我阿根就是最标准的媳妇 所谓最标准的媳妇 在中国人来讲 就是所谓的小媳妇 从一点小又不会太小 有一点凶又不会太凶 能够从一而终 好好的永远地 待在这个家里面 不会想要再改嫁到别的地方里 我想我阿根就是这样子的小媳妇 希望各位高雄的公婆 能够好好的善待我 让我好好的能够做上主人 来为你们好好的打拼服务 好不好 希望大家支持 友根的阿根 小媳妇的阿根 为照顾公婆的阿根 经守父道的阿根 好不好 各位 今天报上说 国民党已经组成了电话扣印部队 那么所以支持民进党或是新党的朋友 请你赶快动员你的清楚朋友 打电话进来 参加我们的电脑语音投票 OK 最近高雄市长选举最热门的话题是 杨桃树 到底被砍了几颗 我们请自由时报记者 为我们做最新的选情报道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自由时报记者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对不起 我们的这个电话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喂 请说 我是自由时报记者 高雄记者梁光明 是 今天高雄市长选举引发的 杨桃树大战 已经战告肉幕 但目前却扯出了案外案 民进党市长获选人 张俊雄指拦着路桥公立内的杨桃树 被事工单位砍光 国民党市长获选人 吴敦义指张俊雄撒谎 并前往清点87棵杨桃树 结果一棵也不少 张俊雄昨天亲自前往 清点只有83棵 少了4棵 吴敦义立即澄清 有8棵是两两相近 而被认为少了4棵 吴敦义指后又强调 多少棵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生态保育的观念 杨桃是大胆致死就漏幕 不过今天又扯出了无名骨骸 对事工单位烂蛙丢弃 双方又是一阵你来我往 一直想起 请看明天自由时报 OK 好 谢谢您 我们知道候选人的这个选举 其实只是1 2分的选举 还有另一半的选举 休息一下 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台湾社会中 结婚经常不只是 男女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族的事 选举也差不多 除了问证能力之外 选民也会因为候选人的 家族因素而投票 在90年代回归家庭的浪潮中 候选人家庭生活 婚姻关系的圆满 更成为选民投票的因素考虑之一 今年底的选战还没全面开打之前 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张俊雄的婚姻问题 便首先受到对手的攻击 他承认 他对他的太太有亏欠 但是他对后来的 这位恋人 他也负起责任 国民投票都把他夹嫌假装圣人一样 台语的都说 嘴唇轿 手忙脏 他们都是假装的那个样子 接下来 几位坚持一个双人枕头的候选人 也传出有外遇的绯闻 另外一半当然是要挺身出来澄清的 他绝对不可能 绝对绝对 因为结婚20多年我太了解他的习心了 你们知道我车祸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嘛 如果有的话 早上像康林讲的 早上闹得都满城风影 根本阿别在很多年前 我受伤以后他就结诈了嘛 国民投票根本不晓得乱猜 季辛吉友据名言说 权力是男人最好的春药 在政坛打滚难免会有花边传闻 但大选当头 候选人另一半处理这些传闻的标准动作便是 一概否认 对我来讲我都可以一向置之了 我想他在外面我应该非常放心 因为他是这个众人注目的焦点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家庭生活如此 在政治的竞技场上也不例外 尤其今年底选战激烈 候选人的另一半因此也几乎都未夫出征 马不停蹄的到处服选 我在这里呢 恳切的拜托各位姐妹们 能够给我先生最大的支持 有时分身乏术 还要想办法出个身拜拜票 但有人不想出声 不想站台露脸 只是默默帮忙 像张俊雄的另一半 徐慧英就有难言之隐 张俊雄的夫人已经很痛苦了 她不要选举的时候 每一次又拿这个出来打 她打的时候 整个再一次 给我把我的心里的那个疤痕 我已经都接了疤了 然后再把它抠一下 然后还在流血 她也觉得说选举 不需要搞得这么残忍 没有另一半牵手的 只好靠女儿来体贴 你知道我是现在目前单身了 也没有像人家这个吸寒问暖 像昨天吴敦一的那个太太 两毛巾插汗等等的 那这些事情我女儿都给我做 虽然所有的候选人都是政坛老将 但在选举的战场上 有人的另一半是新手 邮金选总部安排跟着人家败票 倒也十分新鲜 那我这样到处走走 我增加了我不少的见识 也学了很多 我想这个对我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经验 有的另一半是仕途劳马 多年的辅选经验下来 早就有一套独门的辅选功夫 我知道我要怎么去走 我的路线才有票源 谢谢拜托 这个嘴角都是这样子的 酸嘛 到后来都酸 然而眼看着自己的男人 被敌人攻击的遍体鳞伤 做牵手的总有些不忍 让国民党中山说没话没话 会为一只小狗流泪 张昭义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 陈定男绝不是冷酷的人 但陈定男是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呢 那是我们的小秘密啦 同样的 在林文英的眼中 黄大洲也是一个浪漫的男人 而且绝不是那种做事少一根筋的人 他是一个做事很仔细的人 他很细心 在各方面他都是要经过在三的思考以后 他才会做最后的判断 准备陪赵少康走完下一半婚姻路的良蕾 对于赵少康被批评是赵一半 也很不以为难 事情做得好最重要 那如果站了一个位置 然后没有做到事情 那是最可怕的事 而汤维伦对他爸爸汤阿根婚姻路走到一半 不但很能谅解 还希望爸爸能找到另一个春天 做儿女的也是认为说 如果在一起每天还是有摩擦 还是有争执的话 还不如冷静下来想一想 为自己的将来再做打算 那我们现在过得也是很好 那我母亲她自己也是有她自己的 很好的生活了 前世收得精深共诊员 亲爱的老公竟然义无反顾地走上政治这条不归路 另一半也只能支持了 但经历这样的干苦 下辈子还要再续今生的姻缘吗 陈丁丹这个人 我是百分之百是原定三生 这也许是我们第一生而已 如果是下辈子的话 最好我们换过来 这是很合理的 他不是一个好选人 他一个好丈夫 他当选人的话他不够浪漫 不当丈夫的话他很装俗 下一辈子的话我想是 因为这是未可知的未来 夫妻之间说真的 可以好好地珍惜 你这一辈子在一起的时光 各位显然主张赵少康进军建村 那么会使得国民党环附近铁票 奔盘的人最多 所以呢今天赵少康的心情应该是 应该笑成这个样子 不过赵先生您不要笑得太激烈 会影响你这个脸皮会增加皱纹 OK 下周一9点40分 请记得李涛的全民开讲之后 收看渔夫的全民万岁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